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頻道 今天要叫大家來怎麼清潔電風扇的馬達 這兩台剛剛我已經清潔過 給大家看一下 他馬達多髒 給大家看一下 這大概應該有八九年沒有清的 後面 這個地方馬達後面 有沉積了很多一層 幾乎把整片馬達給蓋住了 他造成這兩部電風扇有一些異議 他剛剛Alice有清潔過了 等一下來教大家怎麼清潔這個電風扇 好 小心馬開始 拆 拿出來 蓋子取消了 也不能取消 也不能取消 把電風扇轉下來 把電風扇轉下來 電風大風小儀這邊有四個 下來了之後把馬達的蓋子取下來 因為這個已經清潔過了 再把這個頭 把我們這個白頭的這個開關按鈕開關給它拔起來 大清拔起來 又拔起來 接下來把後拍取下來 這是要墊撞的 十字的 取下來之後 然後攀進去 因為只有一個人拍 所以比較看不到 這就是電風上的馬達本體 電風上有機機腳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邊馬達的軸程 你要給它上一點油 沒有上油的話 它就會雞雞叫 好 我這邊 開始給馬達噴油 這邊這一層 就一般的那個 潤滑油的肥鹽 十元或WD四十元 前面軸層 從側面的地方軸層 下去噴下去 後面後面的軸層 這地方一個要噴下去 用客氣噴多一點 那邊的東西 那邊的時候這邊要轉 記得要轉動一下 轉動一下 轉動一下 那裡面的軸層就順 這邊也有這種遲到 電風上可以 這個電風上已經穿了八九年 快經濟十年了 如果好好保養的話 去個二十年三十年 基本上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不要說什麼電風上有問題 就把你丟掉 電風上沒那麼快快掉 還有一個旋轉的開關 來吃點油 下方也要塞一點 那這個電力時間清潔過 都很難解 給大家看到什麼叫軸層 什麼叫 當我們上網油之後啊 這邊上網油之後 我們旋轉化大 它會動啊 它基本上這個 這個軸層啊 它會慢慢停下來 慢慢停下來 就代表 軸滑已經OK 記得你每次在洗椰片的時候啊 這邊記得也洗椰片的時候 記得馬馬的軸層啊 這個也要清潔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現在我蠻疤 電風上這個部分有轉回去 來聽一下聲音吧 來聽一下聲音吧 好耶 聽到聲音了嗎 我再把它開關 開給大家看一下 開啟電流 它這樣就跑得順 後面也不要吃電流 後面也不要吃電流 好 好 看起來沒什麼拍到問題 OK 基本上 搭上油 已經上得差不多 記得馬達的 馬達這部分啊 記得要 如果灰塵的話記得 有一個小的 有一個小的氣塵器或刷子 把它刷一刷 刷一刷 清潔乾淨 好 電風扇的保管大概這樣 這樣子 那我們再把他的外罩部分啊 給 浮上去 外罩部分我們把它裝上去 一樣出去 記得這蓋子啊 拿去廁所 刷刷洗一洗 把他用乾淨 這時候為什麼只擦一擦 好 這裡面 這邊其實很髒啊 還是要洗一洗 好 一樣 那個 我先轉到正東西 這樣我會比較好安裝 那筷子套上去 那筷子套上去 大的螺絲 把他索上去 記得噴點油啊 因為我剛剛要用來電風扇啊 螺絲怎麼拔都拔不就要來 記得在裡面 噴電油 就要開始玩了 馬上來電風扇 他就不想要來電風扇啊 他就不想要 Ai不懂 它就是了 我上去之後我們要把上面這個 直接打一下就好 這樣說齁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把前蓋蓋上去 蓋上去之後 記得這邊都要上理由 吃多點耳機 先去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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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使用 這個 開製作 去製作 放鬆 上去之後套入外罩 對準 套入電風扇 外罩 試一下 電風扇吵 大聲 大概聽一下 看最大聲 幾乎沒有聲音 有點難以兇 太神奇了 今天有給他吃重一點 因為就沒抱怨 OK 他就沒拍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喔 我同時 想要追蹤我們的話也幫我按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好